我们都知道,娱乐圈中的明星一个个都是非常忙碌的,特别是那些当红明星,不仅要拍戏,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商演,并且还要参加各种节目,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非常的拼命,但很遗憾,依旧还有很多事情自己做不过来,所以为了事业,就会挑选助理,而要想成为他们的助理,还是要有能力的。 很多人并不知道,当红明星的助理,其实很多来头也不晓得,比如,赵丽颖的助理也是演员,一粒热巴的助理,曾经是护士,而杨子的助理曾经却是女消防员,可见,实力都不差。 很多人都知道,现今大红大紫的赵丽颖,在还未成名前,却跑过很多年的龙套,因为不是科班出身,再加上,没有人脉,导致一直以来,赵丽颖都非常的努力。 好在,经过多年的努力,赵丽颖从曾经的十八线演员,成长为如今家喻户晓的当红一线女星,不仅事业有成,而且还收获了爱情,嫁入了豪门,让所有女星羡慕。 相对于其他明星的助理,赵丽颖的助理出镜率却非常的高,不仅经常能在赵丽颖身边看到她,而且她的颜值还经常被人议论,虽然是赵丽颖的助理,但她的颜值看上去,却比赵丽颖还漂亮,一直以来,赵丽颖与助理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只要一有机会,赵丽颖就会力捧助理。 后来在拍摄电视剧《你和我的清晨时光》,赵丽颖也让助理参演了,没想到,助理一不小心,就成为了演员,可见,在赵丽颖的心中,并没有把助理当成是吓人,而是当成自己的好朋友,我想,有赵丽颖的力捧,助理之后的事业一定会越变越好。 相对于赵丽颖与助理,成为演员不同,迪丽热巴和助理的感情却非常的要好,两人可谓是无话不说的姐妹,说起迪丽热巴的助理,很多人还是非常熟悉吧, 这位名叫林林的助理,其实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成为迪丽热巴的助理之前,林林曾是一位护士,后来为了挑战自己,成为了迪丽热巴的助理,因为有她的帮助,所以迪丽热巴的事业越变越好。 很多人都知道,迪丽热巴有今天的成就,除了自己的努力外,最该感谢的人应该就是杨幂了吧,因为有杨幂的力捧,让迪丽热巴从曾经默默无闻的十八线演员变成了如今家喻户晓的当红一线明星。 最近几年,杨幂也挤进了当红一线女星的行业,我们都知道,杨幂是一位同性出身的演员,可谓从小红到大,但因为自己长得并不漂亮,这也让杨幂后来吃了很多苦。 而知名演员宋丹丹就曾经劝说杨子不要当演员,原因正是因为杨子不漂亮,好在,喜欢演戏的杨子并没有听从宋丹丹的建议,之后,凭借多部作品,终于摆脱了童星长大后不红的命运。 随着事业越来越好,现在的杨子也越变越漂亮的,很多人对他的助理并不是很熟悉,其实,杨子与助理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经常能在很多场合看到杨子和他的助理,两人相处还是非常愉快的。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成为助理之前,杨子的助理曾经是一位消防员,现在的他,不仅是杨子的助理,也是杨子的保镖。